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贾游戏,带来一局精彩的带矿的小话题 我们这一局是一个美国 开局这个金额的比较多对吧,有15000 像这个盟军呢 这个开局有15000的其实是可以快速的 出这个作战实验室造间谍 不过呢这种打法呢容易对吧被围殴 本身呢我开局不是想去抢个地盘 但是呢看到这个黄色手速稍微有点慢,你看 我们就先放一条狗过去 再走过去一个工程师啊,把他那个基地对吧,把他摸了 因为他那个地宝呢正好在打我那条狗啊 这样子我们开局就两个基地对吧,两块地盘 然后左边呢有个红色,红色的是个苏军 他也是抢地盘来把那个地盘对吧,抢了一块 我们先造一个矿场 下面有个蛋蛋色跟粉色的两个人在互相伤害 这个蛋蛋色跟粉色后面打架的还是比较有意思啊 我们先把这个基地稍微的动一下 这样子呢就可以把重工啊放在那个空隙里面 方便于呢我们其他建筑的摆放 然后上面的基地我们动一下 因为中间呢你看这个紫色 他在这里呢造这个空子布 他在中间位置如果是呢放几根刮林棒 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进攻啊,所以说呢我们准备先去整那个紫色 只不过呢对方是两个电厂 加上呢看到没有造的跟电线杆 因为开局的金额是 一万五啊,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有钱 注意看下方非常有趣 粉色呢 整了一个偷,你看 他把这个蛋蛋的基地对吧 给摸了 这个基地一摸呢 我感觉这个蛋蛋色应该是顶不住了 但是呢下面非常有趣,注意看哦 这个蛋蛋色一个工程师 把这个基地又拿了回来 而上面这个红色呢看到我在整这个紫色 想来一个偷把我这个油紧摸了 中间这个紫色的还是有钱 又补了个电厂 他刚刚还造了个爱国者 不然我这个飞行兵呢可以直接把他带走 而我们的话注意看 直接快速对吧,造这个作战实验室 待会我们只需要造个间谍去偷一下重工加上兵营的话 主要我这一局呢还是美国有免费的闪兵 一旦这个一星的小兵一出来相当的厉害 但是呢上面那个红色你看 他老是盯着我 我们这里呢有地宝加上小兵完全是可以守得住 赶快造个间谍 先去摸一下这个兵营 因为这个蛋蛋色呢他一直被这个粉色整 他现在看没有防备 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小兵啊全是一星 只要用这个小兵守在这里呢这个红色肯定是打不进来 不过呢 到后面我才发现原来这个红色的是我的克星对吧 他是个伊拉克可以造辐射 目前上面那个地盘这么多小兵加上地宝的完全是守得住 但是呢你看中间这个紫色 这个紫色来了三个飞机我们先卖掉高科 他这样子对吧血亏 不过刚刚我这个作战实验室呢 其实我是选择了把它卖掉 但是那个钱呢没有卖出来 为什么没有卖出来呢 因为这个动态画面的话呢还没有结束 而他的飞机呢是我卖建筑那个画面没有结束之前呢把我那个高科炸掉了 所以说呢 这个金钱他就卖不出来 这个呢也是红镜里面一个有趣的细节 可能很多朋友呢不太了解 然后你看那个红色 来了辐射对吧 这样子我们只能用飞机命然后在这里呢再来一个地宝 先把这个辐射呢给他处理掉 其实这个红色对我威胁是非常大的 本身呢我是想打这个红色但是你看这个紫色 朝我这个方向呢又照着跟电线坑而且呢 他准备在这里照围墙我们不要给他机会啊 他那个光临帽一旦多的呢对我们是相当的难受 所以说呢我们先把这个紫色呢把它整一下 然后我在整这个紫色的时候注意看这个红色 也是抓了一个好机会的吧你看直接过来把我的牛车整掉 结果呢我另外一个牛车呢 他情不知间就飞到另外一个矿场去刀矿 导致我现在只有一个牛车了 现在我们也顾不上红色 一定要先把这个紫色带走打掉基地然后再打掉这个爱国子 这样子这个紫色呢他就只剩一个兵营了 我们只需要飞行兵过去呢这个紫色就没了 重点呢是要防这个红色注意看这个红色 这家伙呢把我上面那个油筋炸完之后 他现在已经是三块地盘 他本身呢就有三个牛车 加上三个油警你看我们现在 只有一个牛车 一个油警啊 对方呢还把我这个机场整掉 我们先补一个牛车 然后机场呢被打掉之前呢我们是放了一部闪兵 这个一星小兵啊相当厉害 对方呢在这里又造辐射我们用飞行兵过来保护这个闪兵 注意看家里面这几个小兵看到没有疯狂的输出啊主要是三星美国队长 这样子红色的坦克过来旧的时候 已经是被我们小兵呢消耗了很多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油警占回来 主要是我另外那部闪兵啊一直在吸引他的注意力啊 他如果说不拿坦克过去压的话呢我们就会把他那个中国王电场的全部整掉 这样子呢我跟红色的话 一人是两块地盘 但是目前呢 他的优势比我呢还是要大的 主要他的牛车比我多 而且呢最最关键的是 他有辐射 如果是呢他没有辐射我们只需要两波一星闪兵过去再配合这个坦克呢这个红色根本是不好顶啊 我们先把他那个辐射整掉然后再点掉这个棍子 再把这个坦克呢先修一下 其实红色这个坦克的坦克还是不少的你看 你看他这个坦克想要强冲啊 但是呢这个路口比较窄 我们放个地宝然后坦克过来 好再点掉对方坦克你看他这个坦克进攻是不是他就吃亏了 他这个坦克一旦送完之后呢我们就有这个发展的机会了 因为现在我呢用这个坦克强行去进攻也占不到便宜 然后这位下方的话那个粉色的跟蛋呢 他们是打完了 他们中间的是有一个第三者有个绿色 这个蛋是你还别说啊 他前面其实没了基地时候呢我感觉他都会没了 只不过呢现在你看他又发展起来了 基地边上呢两个电线杆加上呢又有这么多坦克 而且呢你看他吧 还把基地拉到下面去发展第二个矿区的 他左边呢有一个绿色这个绿色是个苏军 这个绿色竟然呢没有去抢占那个地盘 像这个带矿的小花地一定要多小花地盘 不然这个经济呢根本是跟不上 这个蛋的色的基地你看又拉了回来 我估计呢他是跟那个绿色打完一架之后呢打不过 结果呢又跑了 我们继续整这个红色这个红色呢又造了两个辐射 先用两个地宝来打掉这个防控棍 这样子我们就很有对吧用飞机兵过去点掉辐射 不过这个红色呢倒是比较机智看不见 他在这里呢造围墙 他用这个围墙呢主要是卡住这两个地宝 这样子我们想用地宝去延伸呢好像对吧不太好延伸 既然造地宝呢没办法延伸啊我们就造这个光灵棒 这个就是蒙军的是吧这个特点 因为那个苏军的线圈呢他是没办法串联不像这个光灵棒 光灵棒串联起来的那个威力也是相当大 我们继续放一波散兵放在红色家里面 主要一个就是牵制他的注意力你看 他那个辐射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呢 直接跑到我家门口蹲着 我们先用散兵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打开围墙 注意看这里啊我们又造了作战实验室 因为接下来呢 假如说对方他那个坦克的缩在家里面不出来的话 我们拿这个小灰熊进攻呢其实会吃亏啊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光灵坦克加上光灵棒 这个光灵棒一处在这里 尤其是有两个地宝保护他放地宝呢肯定是拼不过的 对方想要进攻 我们两块地盘都有光灵棒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造一个光灵坦克往前的搓一搓就行了 下面这个弹弹色呢原来也是个韩国造了四个飞机 他跟这个绿色对吧两个人在整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快一点来把这个红色带走 因为我们毕竟呢还要去圈架的 不过这里的这个红色注意看啊 他在家里面造了一个高科 他其实现在这个坦克对吧挺多的 我们关了坦克赶克爬到上面往前搓一搓 结果注意看这个红色 这个家伙呢竟然还造了这个gaming body 这个红色的钱还是挺多的 好我们间谍车 直接过来把这个重空一摸 你看这个红色 他把这个重空呢直接卖掉了 那么我们这个间谍呢就没什么太大作用了 只能呢情不知境过去呢 偷一下那个钱 但是这个钱呢好像呢也没怎么偷偷 不过这一波的其实我们是赚了 他已经呢没了那个重空了 而且矿场呢还被我整掉 虽然说过来了基洛夫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疯狂的造这个一星的飞行兵 然后打掉这个基洛夫这个重空啊我们卖掉了 这样子你看这个红色家里面 他现在已经没防空了 我们只需要用一星的飞行兵过来 先点掉这个履带车 然后点掉兵营 这样子红色是不是 他就点不住了 他一门心思的想了坦克过来整我 结果呢忽视了我这个一星小飞人 那么把这个红色带走之后 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开启这个劝架模式 其实我现在这个坦克对吧不是很多 你看这个绿色家里面 两块地盘 他两块地盘呢都有这个防空 而且他那个防空炮本身呢就是为了防那个淡淡色 这个淡淡色的飞机的好像都没了 绿色看没有坦克挺多的 不过他这个坦克的钱过来打我 可能是占不到便宜啊 我们有飞行兵 加上呢还有一些小兵啊 加上什么刮人坦克 先补一个牛车 我现在呢 只有三个牛车 结果呢注意看这个绿色他就受不了对吧 他感觉我现在呢比较弱小直接一波坦克冲得过来我们放个地宝 先把他后面这个防空车对吧给他点掉 好再点掉这个旅贷车 对方呢想打我的基地没有关系注意看 好工程师三天三夜让他睡不着 而下面这个淡淡色呢 他竟然跟这个绿色的休战了 你看情不自禁就过来整我 打我的油紧 这个油紧有什么关系 带宽的小关系 其实呢 牛车踩宽比这个油紧对方来钱来的更快快多了 既然这个淡淡色提前要动索的话 那我们就 先把他带走 本身呢让他拿个第2名 你看打掉兵营再打掉电场 再往前打掉中攻 这样子这个淡淡色是不是 马上就没了 偏偏要过来整我 然后这个绿色呢 他这个坦克在中间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就只有三个犀牛 想打我对吧 根本打不到 好我们先打掉淡淡色的基地 然后家里面我们再造一个矿场 这样子呢我们就有4个牛车了 打到这里呢这个淡淡色直接是 把线了 那么最后呢就剩下这个小绿 这个小绿的4个犀牛坦克 还在中间换来换去 其实呢让他换来也没关系哈 我们待会呢在家里面造个高科 然后再造点光临坦克往前搓一搓就行了 你看他 坦克的就那几个 我们再造一个钻石金链场 这个钻石金链场一出来啊我们的经济的就要比这个绿色好多了 对方的坦克停在中间还想过来 我们刮零棒 然后上面小兵一蹲 下面这个地盘呢也有小兵 所以说绿色拿我呢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他这种情况呢除非 在他家门口造一个船长对吧用那个五位战舰过来走我 但是呢他即使造啊你看我们现在经济的比他好 他造五位的话呢我们可以造航母啊 加上呢我还可以造这个超时空转换 对方果不其然的造的那个作战实验室 没关系让他造好 我们马上呢可以延伸第三块地盘了 待会呢再来一波闪兵 主打一个就是每块地盘都放闪兵啊 对方在这里造了一个船长 马上就要用五位战舰过来走我了 现在他的坦克控制的中间 好像我们这个小灰熊呢不太好出去啊 但是没关系你看 我们超时空一兆 然后呢再放一波闪兵 这波闪兵呢主打一个就是 牵制他的注意力啊 因为这个高科呢是比较脆的你看我这个闪兵一放 他在坦克呢肯定要去防守 这个家伙呢 无位看到没有还出了这个基多夫 经济倒是比较好啊 那么打到这里呢我们肯定要 去进攻一波 你看 小兵打掉高科然后中间呢 用这个小灰熊直接出来 再加上这个小兵的掩护已经把他那个无位战舰整掉了 然后坦克继续往里面绕 这一波操作下来的话 他现在唯一的进攻方式呢就是这个基多夫 而我们家里面有这个 飞行兵对吧直接过去打掉基多夫 再把这个坦克拉回来修一修啊 现在绿色呢 他除非啊继续造无位战舰才能过来进攻啊 你看我们在上面再造一个矿场 再把这个牛车飞过去 因为我每块地盘呢都有小兵啊 这个一星小兵防守起来那是相当厉害 对方如果是没有那个铁木装置 没有那个黑坦克进攻啊根本是打不下来啊 他现在呢肯定还要造那个作战实验书对吧造无位战舰 但是当他把无位战舰呢造出来的话 我们这个超时空转换呢已经快要好了 而且你看 我们又放了波散兵 这个散兵呢主打一个就是吸引他的注意力 让他呢根本忙不过来 主要这个一星小兵呢如果说你不打他 拆这个建筑呢随便一拆啊就升三星 你看我们这个小兵直接过来 对方这一次呢倒是用铝带车啊 你看他那个铝带车瞬间就升三星了 这个一星小兵呢也是经验宝宝 好现在我们这个超时空转换马上就好了 所以说呢 他这个坦克必须要换来换去 对方现在把坦克散开 丢这个坦克呢意义不大你看 他那个无位战舰正好地新鲜出来我们一丢 还把他那个牛车给整掉了这样子 他是不是血亏呀 等他下一个无位战舰出来的话 而我们家里面已经是有裂痕了 所以说呢他这个无位战舰炸的话呢也炸不到什么东西啊 关键是我现在这个坦克已经是比他多了 我们先用这个三星光轮戳一戳 你看这个三星光轮戳起来 一下把他的坦克戳得全冒烟了 然后小灰熊往前 保护这个三星光轮 好再一整你看这个绿色坦克对吧一个都没那么打到这里呢绿色也是领的核放下线 好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我们下期再见拜拜